這個心意外洩 要協助我們國家的工程師 可以拿去看 這樣的做法 我們一直忍耐囤沦 到我們的潛艦 第一艘原型艦海軍號下水原理完成後 才有黃曙光召集人對外說 有一個留意差一點要跟這個海系 大家知道他是誰的對不對 就是那個不靠海的 竟然都在管我們海內的設計 南投縣的保護局 所以我們知道 他已經可以移送到法院的侦偵犯的過程當中 後來拜託要申告洪湖什麼 結果他提了一百三十幾個案 要背隔的國防預算 其中也包括海軍艦的第二階段 結果大家看法這個事情後 各位牙醫界的先見 你知道他做什麼事情嗎 他說後來拜託 拜託所有的國防預算 只要沒有法國軍在 通通不要想要損 這一種人 如果投給蠔友宜 還是柯文哲 動算總統 我看他會很共和國長 所以各位牙醫界的好朋友 總統當選 立願過敗很重要對不對 對 所以不管多幾苦提名的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政黨票跟我們熱情的總統 使盡全力 我們一定要通通過關 好不好 好 謝謝我們在長期一代國防外交委員會 為我們努力的趙聖靈委員 分享他的第一手的觀察 跟對大家的呼籲 那我身為高雄市的議員呢 我現在來補充介紹 我們來自人舞大樹 鳥中大社的議員 邱俊仙議員 歡迎俊仙 好 那這位人在高雄市長大的人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高雄市在民進黨 執政前跟執政後 事實上我們也有感受到 非常大的不同 民進黨執政之前呢 高雄市長期呢 中央重北清南 港式不合一的結果呢 造成我們高雄市的 各種建設非研製 沒有捷運 那所有的重物業汙染 都在高雄市 可是高雄市民 卻沒有享受到 相對應該有的福利跟建設 那自從民進黨 從現場理事長 花媽市長 一路到現在 我們陳吉邁市長執政以來 跟我們中央也是 民進黨執政 中央地方 一起合作 讓我們的高雄 有了不一樣的面貌 相信呢 各位我們來高雄 去土的啦 大家是來外觀市來的啦 應該都有發現 我們高雄市變美了 我們有輕軌 有捷運 有高流 也有非常美麗的港口 光榮碼頭等等 讓大家可以非常容易的 親近海洋 親近我們這個城市 那我們的魏武儀 也有非常多的 一模活動 大家很多人 專程特地 從台北 從台中 下來高雄 來看魏武儀 世界級的表演 這些都是我們民進黨 重視我們中央 地方發展的平衡 重視我們每一位的 個人的生活群 生存群 跟財產群 自由群的人性尊嚴的保障 所帶來的結果 所以中央跟地方 齊心一同前進 為我們的地方建設 爭取更多的建設 讓我們的生活更好 這是我們大家 拜託大家 要支持我們民主 進入黨的原因之一 真的 像我們的 選到人真正不一樣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 也要請海洋宇 介紹下一位 我們的 講完支持的貴賓 這位貴賓 現在這年代出黨的 他要帶那些 健康的瑜伽傳 有時候 有後來 有的 嚴重 最後八十幾天 我們待會 聽他來告訴我們 我們最後階段 你們要怎麼做 介紹的 介紹這位貴賓 就是過去在疫情之間 大家每天下午1點半 要準時收看他直播 承擔我們中央 一支支援中心 重責大任 我們的指揮官 也是我們全國 一樣一切 最溫暖 最厚實的力量 我們的 陳時中部長 歡迎我們 陳時中 阿中部長 歡迎我們 新年代出口 王菲和年的同聚總會長 我們再次 首要的棋子 給我們 阿中部長 佳加油 辛苦了 陳時中部長 加油 謝謝 部長 加油 大家加油 謝謝大家給我的鼓勵 譬如說今天跟高雄看了這個長命 真的覺得很開心 我們開心的社會 我們開心讓台灣人民來見這會 來騎這會 為了這一次的民主的勝戰 大家站出來 要把這個選舉把他酸頭演 譚多安科的主持人他就在講 立法院 他有一些相當的亂想 但是趙委員無意不跟大家講 他都沒有很 很開放心胸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趙天琳這次選舉 他以前都是百分之百 這次也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裡高雄的朋友 兩位小朋友 所以相關的朋友 一定要看 趙天琳委員感見 就想要給你自己非常非常優秀的立委 你認識我們的前哨戰 一定要有過關 這樣好不好 對 第二 我們來恭喜這次總統的選舉 這要不要討論 我們的社會發動陳建勢 對啊 怎麼會討論到這裡 現在因為熱藍買脫了 但是咧 到時候 他一定會成功 然後我們有時候跟我們講 或者有名的一切 我們來做我自己來 真的嗎 不用關注我命嗎 我們重要是要做好自己 要做一個勇敢的台灣黨 要做一個光榮的台灣黨 要把台灣繁榮台灣 健康台灣的事情做得好 大家的目標都相當 一定都要來比 對方很多 我們看到 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人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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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亂了 但是重要是怎樣 重要是說 台灣人要撒毀 我就沒聽到對方在說 到底他要給台灣什麼 他每天在混來混去 這個要做 他發言已經 那些不幸福 那些要做總統 那些要做副總統 沒有聽到對方 他要給台灣什麼 台灣人要撒毀 再次選舉 再也打 以及把這樣的一個目標 跟角色 跟民主的真理 完全 完全都抹殺 在他眼中 沒有 人民 只有政權 只有分章 沒有見識 但是反觀的這個人 對他現在小英總統 對以前開始說 四個天氣 很清楚 跟大家招勢出來 我們的主權 的堅持 我們台灣人的主權 來過後 第二 他再來跟我們說 說要理性 不冒進 要不挑釁 要冷靜 不挑釁 這是一個台東 不是說樣叉叉 地方來 每天人都說 你在前 台灣人沒有什麼用 那是很理性 有一個基本的情形 好好處理 什麼 這次國慶是 總統又特別說 要以台灣民意的共識為基礎 要以對等尊嚴為前提 要以民主對話為程序 維持現狀及核心 來跟對岸取得一個共存之道 我在聽說 你好他在說 是戰爭和平的選擇 沒有 我們只有和平是我們唯一的選項 我們這次的選擇是什麼 是維持現狀跟被統一的選擇 大家說是不是這樣 每天在跟我們下 對台灣的 移民要怎麼建設 外國要怎麼做 韓國政要怎麼建設會 沒有說那麼強 每天在這樣搏 但是 本黨 從我們現在的小英總統 到未來的總統來去 都把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基本的精神 跟我們在態度 跟我們的手段 都說他清楚 然後我們賴夫總統 特別要提出 我們的和平四大支柱 所以這種四大堅持 叫四大支柱 四大支柱 四大支柱上 我們國防要有威懾力 所以國防的自主 國見國照 國際國照 都一直在進去 我們不挑釁 總統的說過 我們不冒進 但是我們跟我們建國府 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是很強 我們不讓人欺負 我剛才開始說 我們是要做一個 光榮公園的台灣人 我們是要做一個 有自己的台灣人 所以國防要有威懾力 第二個 知道國防講 錢不是錢 錢錢的一秒間 但是經濟安全 也是國防安全的一部分 任何一個未來的領導者 在考慮經濟相關的因素的時候 必然要把國家安全的因素 考慮在裡面 怎麼樣取得經濟繁榮 但是 用國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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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在副總統是很久以來 沒有人來提這樣的問題 但是他一針見血 跟大家講 經濟安全就是國防安全 在經濟上我們把它做事 我們仰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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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與戀相同的民主國家 來來選擇會 來做一些合併力 讓我們跟大家結合在一起 我們才有力量 最後賴副總統也不畏懼的 也不逃避的 他要做一個穩定有原則的兩岸政策的領導者 做強策 前後任的總統都把我們整體的國家的未來基礎的方向步走 都共發進行強策 然後最後賴清德總副總統 現在就一個像一像的 不管他的一個七大建設各種的主張 一行一行進出 他是準備好的 他是準備好 他是準備要做一個台灣的好的領導者 一個候選人 他說是不是這樣 有事 台灣夠後 ted 我們會聯繫好 他是有經驗的 他在麻煩壹部中央的一集一集 這樣做得來 他已經準備很久 从他现在里面 他的一个论述还没有破坏出来 我们来跟随他 我们要跟随他 我们在做一个感应 而且我看到张俊正 每次在生意的时候 我女孩子的前女士长 他都给我们教他们 我们来做什么 我们灵魂的主人 我们来弄灵魂 我们来倾听我们内心的声音 我们的灵魂的主人 而不是喊 他都喊 这一次很清楚 一定是一个 维持现状 跟一个被闭吞的选择 你有没有想要 这些人都在准备 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选择 再来 李瀚余的生意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快乐 阿姨那些人 真的想要嘲笑也大 拿出什么建议 每次都做了 你如果在卫生署 在做副署长 每天每天都大 就叫他一万一 叫我设计 二代建保 要怎么 公共的不跟一家人过 公共的不跟一家人过 公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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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这八年来 充分拔毁了行政院 立法院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单位 大家怎样互相监督合作 求进步 这八年进步非常的惊人 不管是我们在经济上 在国防上 国防外交 还是看一看 古早你可能 各位 我们要看外国的世界来 現在總統一天在接過牆 大家陸陸續續要來跟臺灣做同意 要讓臺灣聰明 這次的選舉很重要 因為世界一幾年看到臺灣 看到一個任性的臺灣 但是明年1月13號的選舉 大家看臺灣人民是怎麼樣選擇的 難道我們要選擇被併吞嗎 難道我要選擇一個專制不自由的社會嗎 很清楚 我們是一個民主自由 憲政的一個民主的一個體制 這樣主權一定要結束 1月13號 是我們往前大邁進而過 大家把票投出來 臺灣就會越進步 臺灣就會越安全 大家做得來努力 這樣好 這裡還有大家拜託 拜託 地方的選舉 明年在中央的選舉 我們大家投的來 這樣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最有志氣 最有福氣的阿中部長 我們來為阿中部長加油 陳時通 加油 陳時通 加油 陳時通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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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來自我們嘉義市的黃雲志議員 來個黃雲志議員 好 好 謝謝 其實對我們的醫改平台說 心情很複雜 一方便 他實在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我們醫改模範 另外一方便 在防疫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背感壓力 但是也因為這樣 我們寫下了台灣防疫成功的典範 跟阿中部長一起 我們高雄市成為了防疫模範的領頭羊 所以我們這位ㄍㄍㄍㄍㄍㄍ的市長 我們現在要來邀請他 陳其邁 陳市長來為阿中 歡迎陳其邁市長 陳時中部長 江底市長 陳總會長 還有詹恩勳正 國政部位 還有薛部長 還有我們一屆很多的先進 包括我們議會最美麗的 議長 康恩議長 我很尊敬 也是真的是最美麗的議長 因為女生好像只有一個 郭劍門議員 邱軍縣議員 還有我們一屆所有的前輩 各位來自全國各地的 我們亞醫師所有的好朋友 各位先進大家 午安大家好 昨天去參加蘇院長的新蘇發表會 那我們的秘書長有沒有給爆料 他說疫情剛開始的除夕那一個晚上 那一天的下午 我在山上 來塔山 有接到總統的手機的訊號 他就告訴我說 你人在哪裡 你人在哪裡 我可以說 我在山上的北山 我說總統不知道什麼 總統比我急 我綽號叫緊緊緊緊 但是他比我急 他說那個部長都已經找好了 你趕快上來開會 要主持會議 所以那天呢 上來的時候就碰到陳時中部長 還有經濟部的 我們的沈農經部長 現在是行政院的副院長 我其實已經忘記那天講了什麼 但是你不能說我那天有開桌子 站起來後來很不爽就離開 就要求說口罩一定要到位 所以整個過年都在玩口罩的之前 這個都是我們陳時中派的 因為他是當時的衛護部的部長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當時防疫有多麼緊急 那整個行政院動員 從地方到中央 這個部長就知道 我是治軍圓民很快 我們 我講結論 我們的台灣的防疫 我們的致死率是OECD 相關的這些國家 我是全球第六個致死率 我們的超額死亡率 是全球第三個 我們的疫苗補蓋率 是全球第三個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陳時中部長拍摩一下 真的很不簡單 真的很不簡單 那我再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也因為我們防疫的效率非常好 所以有一天呢 這個 美國的 這個美光 是全球第一人的第二大廠商 副總裁說要跟我通通電話 所以那天我就私訊電話 他當時呢 美光要做一個決定 到底是要在台灣投資 還是要在新加坡投資 各位都知道新加坡 這個政府的效率也非常高 所以那天的私訊會議呢 新加坡 台灣他要挑一拱 那我也不曉得副總裁跟我講電話 要講什麼 後來 美光決定在台灣投資 所以也參加了我們中央的大A plus的計畫 加碼在台灣投資 那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投資台灣 他說因為台灣的政府 展現了非常高的效率 把整個COVID 能夠把它控制下來 這個是新加坡比不上台灣的地方 所以我們給我們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在蔡總統的主政 尤其在我們會務部陳時中部長任內 大大小小 這個很多 我們無國利民的政策 我光講一件事情 這個其實我們感受非常的深 各位還感受不到 馬總統執政的時候長照的預算只有50年 到明年我們的長照預算是多少 800 你知道800 對於我們地方照顧長輩是多麼需要 每一個日照中心 大概中央會補助我們2000萬到3000萬 沒有2000到3000萬 你地方政府 除了台北的財政比較好之外 其他的縣市政府 屏東 嘉義縣 台東縣我們怎麼去做日間照顧中心 我們怎麼去做我們的西級巷弄站 我們怎麼建立每一個行政區一個住宿型機構 所以政府的效率 政府的決心 政府的魄力 讓我們不僅在招商引資 或者在我們推動人民的健康照顧 其實幫助非常的大 所以 我要跟大家報告 第一點 那選到人選不到人差這麼多 你不懂 動作選不到人 這個總統差沒有多少 立法院有過半不過半也差這麼多 國會不過半也差這麼多 少數執政 造成說整個國會在自從 我當國會議員 當了五屆的國會議員 我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要配個預算太簡單了 他說沒有啊 我就寫個 寫個這個 這個 所謂的這個專案報告啊 先凍結啊 凍結預算編寫一百條 那預算不讓你過啊 他說沒有我沒有反對喔 我只是凍結而已喔 實質的作用就是 反對預算 所以你看當時我們在2004、2005 我們的軍艦預算有F16 有潛艦 還有我們的愛國者飛彈 國民黨在戰機潛艦 就是配個女預算就是不讓你過啊 沒有人進潛水艇 做乾淨 就一直做出來 好不容易第一台 第一艘的我們潛艦做出來 接下來 我想 假如國會我們沒有過半 他把你的預算全部凍結 我們有沒有第二艘 我們有沒有第三艘 我跟大家報告 也許第一艘要順利的出航 都會有困難 這個對我們台灣的影響 是多麼的重大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一個真心的愛護台灣 守護台灣的主權 關心人民的總統跟國會 可以說是至關重要 我們也因為說我們的疫情穩定 你看我們在疫情期間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是全球 摩擺成是第一名 從過去馬英九總統執政 出口2700億美元 到出海運頓總統的今年 4700億美元 成長了74% 我們有護國神山 在民主自由的國家的陣營裡面 大家信任台灣 覺得說台灣在整個供應鏈 中美的供應鏈 是一個強任安全的供應鏈裡面 台灣扮演最重要 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 各位可以思想 今天假如全球的供應鏈的秩序改變 今天假如民主的最呈現台灣 變成一個承認九二共識的國家 承認一個所謂的這個 台灣跟中國實質的關係 變成一個可能是 模糊或者是 在整個邊緣的一個國家 你想想想看 這些全球的供應鏈怎麼看台灣 他們願不願意 在未來的供應鏈裡面 把台灣納為一個最至關重要的一個角色 他們會不會擔心說 有一天台灣的基礎跑到中國 各位不要以為 不會有這種事情發展 我們的農業基礎 不是都跑去中國嗎 我們過去在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很多的高科技廠商 不是都已經跑去中國投資嗎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 我們這一場選舉 不是只有一場主權 或者是民主自由的選舉 我們這一場其實是關係到 我們台灣是不是能夠在 民主自由國家 一個穩定強烈的供應鏈裡面 我們的經濟能夠持續發展 能夠發揮所謂的台灣價值 所以我們要拜託大家 這次的選舉 我們的外部總統 北京作為行政營運動 帶領我們經濟台灣的經濟的專業 在重大的改革的進程裡面 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同樣的 我們國會也是一樣 我也很怕說 高雄期八卦裡面有一卦是比較長的 守護台灣的國會美席的立法會 我們都要讓他順利當選 高票當選 這樣好不好 好 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 我請見一票 民進黨一票 民進黨一票 民進黨的另外一位 要讓他國會過半 這樣好不好 好 這樣好不好 在這次 生困來得下 我們所有的牙醫師的各位前輩醫師 其實在疫情的時候 最危險的是牙醫師 我常常在做疫調的時候 都是牙醫師確診 而比我還沒有牙科醫師最危險 所以在最關鍵的時候 要感謝所有的牙科醫師 守護人民的健康 期盼在總統跟立委的選舉 各位也能夠發揮影響力 守護台灣 守護民主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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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好的市長 陳其邁 陳市長 讓我們趕緊來再見 其邁 加油 其邁 加油 其邁 加油 加油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貴賓 是我們的製作新我們的策略長 過去呢 在我們桃園市當市長的時候 曾經連續五年榮獲五星市長的殊榮 那現在要到了中央 要在中央延續我們的桃園經驗 要做我們產業最堅堅實的靠山 讓我們來歡迎我們的行政院副院長 鄭文燦副院長 歡迎我們的文燦副院長 歡迎我們的文燦副院長 謝謝兩位主持人 趙佩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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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場 這個守護健康 守護民主 修護台灣 所有的牙醫師的團隊 包括我們的陳時中指揮官 陳建志會長 我們王錫仁理事長 在地五星級 陳其邁市長 還有我們的康育成議長 左隆太主席 各位議員 各位貴賓 大家好 大家好 台灣因為防疫的成功 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價值 也讓在防疫的三年 大家突然發現 台灣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來支持台灣 保護台灣 我們三年的經濟成長率 12.7% 是全世界第一名 我們蔡總統執政七年 經濟的成長率3.4% 是亞洲四小龍第一名 如果沒有防疫成功 經濟不可能好轉 我想我們要為這個陳時中指揮官 以及我們所有的醫護團隊 掌聲肯定一下 剛才陳其邁市長 特別談到健康的投資 我跟大家報告 蔡總統上任第一年 健保總額是6100多億 到了去年是8300多億 成長了2169億 可以講健保 逐漸擴大成長 今年大家期盼的 能夠再拉高一點 現在衛福部要做最後的確認 原來只有這個3點多 那最後呢行政院支持 以這個協商版最高 將近4.7%來核定 大家說好不好 不過我要特別謝謝牙醫師 牙醫師最早完成總和協商 也因為牙醫師完成其他的西醫中醫 才慢慢跟進 當然我們希望協商完畢以後 如果我們健保的收入有增加 我們的這個醫院跟診所 很期盼有一個點值保障 0.9% 這個目標 我們一定會盡全力完成 大家說好不好 當然醫護一定要照顧 這個是我們守護台灣 守護健康的基礎 那當然今年 我們看到大概我們的健保總額 還是會朝向著每一年5%的方向成長 那其中呢牙醫 這個也是陳時中部長任內 所做的一個關鍵的決定 本來心理健康跟口腔健康 以前是心口合一 現在是心口不一 現在口腔健康師終於掛牌成立 我們也要為牙醫師公會 二十幾年的努力得到的成果 要鼓勵一下好不好 那除了健保總額要成長 其實我們益助健保的經費也增加了 我們今年編列240億 明年編列200億 希望健保永續 所以我要謝謝阿醫師喔 部分城鄉 部分地區喔 投入喔 口腔健康 不斷地提升 我想喔 這個蔡總統 賴副總統 對健康台灣是非常支持的 包括陳建仁院長 上了以後 只要在健康的議題上 一定翻臉預算 剛才陳其邁師展部談到了 長照的預算成長 馬英九時代喔 五十億 今年我們編了這個六百七十億 明年會到達八百五十億以上 照顧的長者 以前大概不到十萬人 現在已經到達五十萬人 以前的長照服務員 兩萬多人 現在到達十萬人 而且薪資有保障 以前 對住宿型長照機構 這個興建 沒有補助 而且住民喔 補貼很少 現在興建有補助 一個人喔 一個月還補貼一萬元 所以長照的預算也大幅成長 如果長照加上健保 其實我們在醫療的G2P上喔 已經到達將近百分之七點二 而且是逐年成長 所以守護台灣 守護健康 我想民進黨執政這七年 真的很用心 我們要為這七年的成果 給蔡總統 給賴清的副總統 給我們立屆的執政團隊 掌聲鼓勵一下 那我跟其邁喔 這個防疫都有共同經驗 我那邊有桃園空檔 這邊有高雄港 我那邊有大量的進來的這個遊客 這邊有很多的漁工 其實守得很辛苦 但是我們都非常用心的 不露肩的一顆球 我想這個在第一線 最有感受 如果沒有醫護人員 QICS的人員在機場用心的話 那當然我們會守不住 我想台灣喔 能夠守住是不容易的 那當然這一段時間喔 大家會問 民進黨執政已經七年多了 台灣是變好還是變壞 我們經濟是變好 我們的財政是變好 我們的社福建設文化 各個領域都變好 馬總統時代 債務累積了一兆七千億 到現在為止 蔡總統的時代 只累積了四千三百多億 我們這幾年 稅計都有剩餘 每一年都還錢 我們債務還本已經還了五千多億 今年喔 六月 又把今年債務還本 一千一百一十億還掉了 今年預定舉債的一千多 七百多億 也不用舉債 我們到十月多 十一月多 今年稅收目標就達成了 代表台灣的財政在變好 變好的同時 當然要照顧不同的直轄市 不同的城鄉 所以以前給地方政府的補助比較少 這七年喔 給地方政府的補助 大概一年增加了一千六百多億 所以地方財政也變好了 當然 高雄 會在南台灣的重心 是一個火車頭 大家也看到高科技 一個一個到高雄來投資 最近我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台積電 原來宣布要在龍潭 投資喔 先進製程 這個要把最好的晶片 留在龍潭科學院去 我想全世界都在搶台積電 各個縣市都在整理台積電 我真的不希望 因為政黨輪替 因為換人座 態度不一樣了 讓台積電感受到 他們得不到支持 得不到溫暖 所以現在高雄 有四到五座的 二奈米的先進製程 那當然其他的縣市 一個一個齁 都要來景出台積電 我想 不要因為 政黨輪替 讓台灣180度改變 可是看目前的樣子喔 真的是兩邊的方向不太一樣 我們希望保護自己 展現決心 這個好不容易在高雄 建造了第一艘 國人自治的潛艦 這是非常不簡單的 全世界的人做潛艦 的國家也有錢 但是喔 如果國民黨 立願過半 不要說這一艘喔 能不能下水 這個其他七艘喔 一定泡湯了 以他們對國防自主 以他們對國防的軍共的態度 馬英九的發言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這一方面 他們沒有決心 所以 要保護台灣喔 要讓賴清德當選 讓民進黨 執政的路線 防止現狀被中國的武力破壞 一定要堅定的走下去 請大家打個極其耐力耐清德好不好 好 好 那當然最後 這個 台灣變好了 但是我們當然 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們的工作其實都只有完成一半 如果蔡總統這八年 打下了一個 各個方面喔 1.0的基礎 前瞻計畫 能源轉型 少子化的對策 長照設宅 包括軌道建設 包括治水 包括大南方計畫 包括台灣的這個多元文化 包括健康台灣的照顧 這八年 其實成果是非常重大的 我們不希望政黨人體 把這個八年的成果歸零 我們也不希望政黨人體 把這個方向逆轉 這個對台灣一定是不理的 賴清德是唯一的候選人裡面 你看他的專訪 看他的演講 看他每一個場合的表達 其實喔 四組候選人 唯一有內涵有格局有遠見 也準備好了 只有賴清德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其他兩位有地方經驗 一位有企業經驗 但對國政治理 絕對沒有賴清德這30年的培養 能夠趕得上他 所以我們要選一個 讓台灣走得穩 走得好走得遠的賴清德 總統是選國家的方向 這個方向儘管給 今天牙醫師賴清德後援會 在高雄舉行 謝謝各位牙醫師 挺健康 挺民主 挺台灣 挺賴清德 挺民進黨的執政 希望這個總統勝選 不會過半 在我們牙醫師團隊的支持底下 順利完成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的五星市長 我們的五星級的副院長 謝謝 謝謝 那請我們大家為鄭文燦副院長加油 鄭文燦 加油 鄭文燦 加油 鄭文燦 鄭文燦 加油 謝謝 我們接下來要補充介紹 我們歷任我們的這個牙醫 決年會的女士呢 我們第一位 黃春登總會長 以及我們的黃醫生總會長 黃建文總會長 以及補充介紹我們民進黨的前主席 卓文燦 卓文燦 以及補充介紹我們民進黨的前主席 卓文燦 卓文燦 還有我們到市陸續有許多議員到達 我們鳳山的林志龍議員 鳳山的陳慧文議員 好我們現在我們的賴庫總統 也是我們未來的台灣總統 馬上就要到達現場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信賴台灣激光 好 全球動爆 和戰車輝泉包裝 以後經期募集的重大挑戰下 台灣一球持續在北京發尾 海上有點量 一箱又一箱台灣捐贖的護照物資 騙著台灣開號的表演非常事前發生 學衆說國家海洋開運 應該讓台灣加入當年的學位 增加國際台語 你不要再簽了就要請副總統 你怎麼知道 不要再簽了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大會 是什麼 等一下 有沒有 ister 就是要把韓国民主的反正风产 为处平台的电脑链 对国际和平之外重要 当前国际社会民主政党 已经注意到 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议席 也关注台海和平对世界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要跟地面相见 民主的朋友一起共同共同 除了外反国方 也是建交朋友 主席美国国家新岛交产会 这位太平文教四十年来 曾经近高的文位人士 也已经身份主席安倍造立 写下三十七年来 防御最高的写期 当我们面对极权威胁元朗 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就越明确 台湾已经融入国际社会的信败核心